美軍近日出動 雷根號和尼米茲號兩艘航母 在菲律州外海進行練習 或對南海的宣誓一位 就在今年5月 日本共同社報導 解放軍政計劃在8月 與靠近海南島的南海區域 舉行大規模軍演 模擬登陸奪取目前由台灣 十支掌控的東沙群島 中國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 在香港情中雜誌主經 證實了這個消息 不過並沒有透露具體的時間和地點 在南海之中除了東沙群島之外 西沙群島由中國所控制 南沙群島主要由越南控制 我國則控制了當中的太平島 中國一直對太平島虎視眈眈 在今年2月華府智庫 做過相關的虛擬兵推 背景設定在8月颱風來襲 重創太平島 中國與人道救援派遣海警和武警 前往太平島 造成佔領的事實 在兵推中模擬美軍的一方堅持 美國只協防台澎 不包括外島 也就是說如果未來解放軍 佔了台灣有效控制的太平島 極有可能美方不會派兵援助 在可預見的未來至少大概在10年之內 美國不會再介入超高成本跟超耗水的國際軍事衝突 如果美國因為台灣而跟北京方面發生軍事衝突的話 應該不太可能會是一個低成本跟短耗水短時間可以解決的問題 不過印度媒體印度國防研究部撰文提出了台灣戰略 呼籲四方安全對話加強對台灣的支持 四方安全對話包括美國日本印度還有澳洲四國 在2007年成立時目的就是遏制中國經濟軍事實力 文章中指出台灣有絕佳的戰略地理位置 可以阻止中國集中海軍力量 一旦台灣與美國日本共同對中國沿海施加軍事壓力 當中國船隻持續進入釣魚台海域時 日本軍艦可以透過訪問台灣港口來作為回應 保障著武帝島鏈 而中國外長王毅進來和阿富汗巴基斯坦 參與尼波爾外長施行會議 外界懷疑是要組聯盟 判刺幫安全對話想抗核 尼波爾出面否認 不過亞太緊張情勢升溫 各國合共聯合選別戰 已是明顯的態勢 《董事新聞》秋朝日徐經報導